同样都是当领导 如意比甄嬛恰在哪里 不得不说 如意你这老板当的确实有点差劲了 索心为了你在慎行司受尽酷刑 而你在宫里不慌不忙的 后面好不容易把人接回来了 你还不放舒西打扮一番 不知道的以为索心不是去受刑了 而是出嫁回娘家了 看看人家隔壁桓总 当时锦西和苏北胜的事情暴露 被关进了慎行司 桓桓急得跟那个什么似的四处奔走求情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保住锦西 把人救了出来 还在说生子出生的时候 牵着大胖去高兴 成全了二人的姻缘 同样都是当领导 甄嬛就能够让人感觉到 他是坚心实意的在关心手下的人 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朋友 与他们患难与共 而如意给人的观感 就是只做做表面样子 善良只是他单薄的人设罢了 还有最最不理解如意的一点就是 他竟然为了祈福 克扣下人的赏钱 不得不说真是神一般的逻辑 臣妾不相信 一个节省的姥姥 会为了几十两银子谋害皇嗣 或许几十两银子是人家的救命钱 如意的做法真的有点合不识说迷了 而且你自己想祈福 那你就自己花钱 为啥非要扣人家公子 再入打工人的视角 简直不要太惨了 本来辛辛苦苦上班 就为了赚那一点辛苦钱 忽然领导发通知说 为什么天灾人祸 再加上本宫要为自己女儿祈福 现在你们所有人工资一律减半 快快领止谢恩吧 打工人实惨 反观甄嬛这边 其实管缓在高进攻的时候 就展现出了自己超高的领导人天赋 当时甄嬛还只是一个没有承宠过的常在 而且为了逃避事情 一直报病 碎玉轩的一众奴才 眼见前途一片灰暗 纷纷起了跳槽的心思 甄嬛早就懂得手底下的人在惊 并不再多的道理 只留下了对自己忠心的人在先边伺候 而留下来的锦西小银子 对甄嬛的助力有多重要就不用说了 所以甄嬛能够公布成功 是他身上具备的多重优秀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认真搞事业 还后代员工的老板YYDS 复查贵人的家世究竟有多厉害 为啥他连华妃都敢对 不怪华妃娘娘嫌嫔妃吃得多 这有孕的辛苦 娘娘是不能体会的 其实复查贵人敢在后宫对天对地对空气 还不忘联合齐二汉给缓换赏脆果吃 那是因为人家确确实实是有点底气在身上的 复查这个姓氏是满洲正白旗的大象 在仇中可谓是名臣将相辈出 甄嬛那一批进宫的秀女里面 汉军旗里家世最好的是沈梅庄 而满军旗中就要属复查贵人了 而且虽然四大爷非常重视汉军旗 但毕竟满军旗才是真正与皇室同气连之 难怪连一向嚣张跋扈的华妃娘娘 纵使和复查贵人有了过节 也顶多是把他也叫到宫里磨磨墨水罢了 可没敢像对美姐姐那样 直接给人推到千里吃喝水 可见在宫里混饭时家世背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复查贵人出身在后宫之中明灭前茅 再加上刚进宫不久就有孕了 大胖学的子嗣本来就不多 肯定是格外重视这个孩子的 自然而然复查贵人就飘了 可惜的是他的出身和脑子没成正义 怀着孕到处瞎得撒 不懂得后宫之中人心险恶 成为了堕了么公司的首例订单 不仅如此 他还经常口无遮拦 得罪了不少人 最后与齐二哈混成了后宫中倒数第一 倒数第二的存在 不过在征欢传后期 到了给三弹四弹选服劲的时候 缓缓丝毫没有在意 自己曾经与复查贵人的过节 极力推荐老四取复查室的女儿 同样的情节在如意专中也有体现 老年缓缓却红利取朗化时也说过 复查室端庄持重 更是家偶之行 古代王公贵族们的婚姻 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 彼此助力 缓缓却儿子取复查室当迪弗劲 除了对如意出身乌拉纳拉氏存在的天剑外 想必也是看中了这个复查室背后的实力 娶了他便能助力终得皇位 可见复查这个姓氏的含金量了 四大个生骨就是莫严师太 莫严真实身份到底如何 关于师太的身份众说纷纭 因为莫严给人的感觉就是 她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女人 一定是经历过什么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而且她平时为人独来独往的 却对沸沸之身的缓缓格外照顾 所以有人大胆猜测 莫严师太会不会就是四阿哥的生母 李金贵 同为被胖局抛弃的女子 莫严同情甄嬛的遭遇也是合理的 而且甄嬛在出宫之前 她对人人避之不及的可怜四丹非常照顾 所以莫严这是在报恩 虽然人人都说李金贵福薄 生四阿哥的时候难产死了 但难保不求是大胖局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 让李金贵假死 出家当了尼姑 这推测的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吧 但是其实在原著中 人家莫严是有自己的故事线的 原著中的莫严师太 确确实实被男人伤害过 师太出家当尼姑之前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惨遭侵犯 小女儿被丈夫淹死 莫严自己也被夫家赶出家门了 自己和女儿都受到过伤害 所以难怪她表现的非常艳难 身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女子 却能够早早的就意识觉醒 为那些臭男人生孩子做什么 成为了忠实的女权主义战士 张口闭口就是骂男人了 同时也可以理解了 莫严为啥对缓缓这么照顾 这不就是girl have girl吗 所以李金贵和莫严并不是同一个人 再说了 如果莫严真的是李金贵 那当时滴血验轻局里 莫严可是进攻当了证人的 当时大碰局可以在场了 这要是见面了 双方难免不会尴尬 其实大家之所以对莫严的真实身份 有多多好奇欲猜测 主要也是因为剧里并没有很明确的表述 或许真相也被埋没在了 被删减掉的十四级里呢 哈哈 郑小龙导演 求你赶紧把未删减版忠幻传 放出来给大家看看吧